今天的进来看新闻 欢迎主播顾佳珍 佳珍早安 周文早安 大家早安 好 从今天开始通行族特别注意 因为有高达386列次大改点 而且是台铁大改点 他们调整了行车的时刻 那是更方便还是更扰民呢 把时间交给佳珍了 好 先提醒大家 这次台铁大改点 如果通行族 如果你还不太确定会怎么改的话 其实台铁有准备十万份新版的时刻表 在各大车站 有需要通行族可以去领取 那台铁这次改点呢 其实是为了提升运能 今天开始EMU3000型的成绩列车 还有EMU900型的电链车呢 会陆续投入台铁的营运 那这次改点之后呢 北高的行驶时间最快三个小时四十分就可以了 那有新车投入 当然我们要跟旧车说再见了 昨天第二三千呢 柴油自强号列车是已经在台东开出了末班车 那待会十点多 DR2800跟2900也将开这个末班的纪念列车 同时台铁为了纪念这三款的这个柴连自强号龙退 推出了腾云座舱的限定便当 一日特卖活动总共是三款 那我们可以看到主食就像图片中这样子以排骨为主 而配餐的部分呢 就以贩卖的地方特色来看了 像是在树林车站贩卖呢 是由这个七堵餐厅所研制的 里面的排骨便当呢是有基隆在地鱼货做成的甜不辣炒韭菜花 那在花莲梦工厂贩售的配菜呢 就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洛神萝卜 便当一份是120元 相信今天不到12点就有很多的这个台铁粉丝去排队 有兴趣的民众手脚要快点哦 那为了吸引人潮呢 其实高雄也是祭出美食招数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2月到4月的时候高雄有好多的演唱会 像是张慧妹五月天啊 很多追星组可能到了高雄忙着追星时间有限 没办法尽情的吃 那为了抢工五一廉价商机呢 高雄是否很贴心的 帮大家整理明星爱吃的高雄美食 像是刚刚在高雄开完演唱会的天团五月天 他们就非常喜欢这个高雄延城区的一家牛肉火锅 那在高雄住点19天才刚回日本的日本艺术家 那梁美智呢 曾经就到这个美农吃客家美食板条 那最近很夯的戏模仿饭扮演郭俭的吴康人 他是高雄人 他就曾分享男子知名的鸭肉饭 好虽然我不是名人 不过我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高雄延城区一家干拌牛肉面 歌手萧炳志 他其实也有推荐过 非常推荐大家去吃 那说到吃 相信大家最近对鸡肉价格非常的有感 最近有民众就到高雄 骑上一家便当店买便当 他看到这个招牌上明明显说 这个鸡排饭85元 所以他点了一份 还跟老板娘说 这个鸡排不要切 结果老板娘跟他说 不切要加价20元 怎么回事呢 店家出面喊冤说 因为整块的鸡排比较大 要用单点的价格来计算 那鸡排便当则是用重量来计算 重量有差价格所以才不同 而且鸡排单点无15元 其实已经蛮便宜了 因为最近鸡肉价格真的让很多店家吃不消 像是同样也在南部起家的这家意识餐厅呢 他们之前有一个活动很有名 就是你生日来 你几岁就送你几只鸡翅 我朋友曾经带50几岁的妈妈去 他真的送了50几只的鸡翅 不过这个活动呢 5月底就要喊咖了 因为店家说 最近原物料的价格上涨 加上餐饮业人力吃紧 实在没有办法在这样大方帮客人过生日了 所以呢 你在5月生的民众一定要把握这次鸡退 那这年头什么东西都不便宜 之前代价不是一斤还涨到50几元吗 现在终于有好消息传出来了 国内产弹率回升到七成 加上进口弹支援呢 我们进新闻实地走访了 发现量饭店跟超市架上 进口鸡蛋都有货可以买 而且在供应量冲突情况之下呢 黑市乱喊价的情况也获得改善了 农委会预估端午节前 弹价应该不至于发生剧烈变动 尽管当卖厂公购还是清除限制 每人每次限购两盒 但货架上鸡蛋满满满 不用担心买不到 再到一般超市实际仿查 一盒一盒的进口常温蛋 同样堆满货架任君挑选 需要碰点运气 但比起缺蛋最严重的时候 供应相对稳定 目前国内机场产蛋率回升到将近七成 国产蛋每天大约可以达到十一万两千箱 进口吸血蛋两个月来 累积超过一千六百万颗 超买菜的民众特别有感 包括鸡蛋价格也回稳 目前市售价格一盒十颗蛋 常温国产七十到七十五元 进口蛋比较便宜 大约是六十七到七十二元 至于冷藏蛋大约是八十元上下 价格的部分我们尊重市场机制 不过整体的供应来讲的话 我们的供应是在持续增加的 价格应该不是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动 随着新口蛋上市 黑市抢蛋乱喊价的情况也不在 鸡蛋产地价美太金四十五点五元 批发价五十五元 市场秩序稳定 加上端午节前压蛋需求上升 鸡蛋需求相对减少 想买鸡蛋终于不再是难吃 新新闻草亭 于家伟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同样是民生讯息 卫福部昨天公布了边境检验不合格名单 知名英国品牌健身用的乳清蛋白巧克力口味的 被检出没有被核准的防腐剂本甲酸 其实这个本甲酸经过人体摄取之后 可以经由肝脏转化 然后随着尿液排出体外 九到十五个小时内就会代谢完毕 只要在合法合理的剂量范围使用的话 目前的动物实验都显示本甲酸 没有慢性毒性的疑虑 不过吃多了可能会有急性中毒 而且依国内的规定 现在乳清蛋白是不得使用的 另外快食商品牌出的木制餐具 也被验出蒸发材质为37ppm 超出合格的30ppm 这两样通通都被退运销毁 那除了这两样商品之外 大家还要很注意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看见的电子发票 以及这个提款的明细单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热感硬质的材质 上头都含有环境荷蒙双分A的成分 医生就提醒了 如果碰到这些材质呢 要尽量避免手沾湿或喷酒精后 来避免碰触它 否则长时间接触后 很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按下按钮印出提款明细单 诸如此类的热感硬质 在市面上很常见 包括电子发票或是批价抽号纸张 纸膜上都有着环境荷蒙成分双分A 专家提醒像是发票消费明细的单据 如果失手或喷完酒精触碰 会更加危险 因为双分A属于内分泌干扰素 长期接触之下 孩童更容易性早熟 就连成人代谢系统可能都有着隐忧 医师提醒在外用餐拿到发票后 记得洗手再进食塑胶制品避免直接接触嘴巴 不要用塑胶容器装炸物罐头食品避免直接加热 若水壶是PC材质有刮痕就得淘汰 包括其实我们那个金属罐头的内盐 它有塑胶膜 以前使用的一些塑胶奶瓶 PC材质奶瓶也含有双分A 远离环境荷尔蒙 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以防一不注意就让毒性物质成为健康隐藏杀手 新闻干杯新李芳慈尘报道 好最后要带大家来看双北的停车费 有在台北找过车位的驾驶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一格难求的状况 日诚有一名网友呢 他在台北找车位的时候 发现有停车场就像图片上这样 他写了一个小时40元的价格 当下看他觉得这个价格很便宜 结果仔细一看发现里头有陷阱 因为这个红红色框的地方 仔细看还有半小两个字 等于是半小时40块 一个小时是80块 那反观新北就有网友说 最近住家附近的私人停车场公告要涨价了 这个涨价的幅度多少 以前一天30元 现在一天要最高要50元 涨幅是高达六成 这个网友邻居又说 要扬言抵制说以后不去停了 不过看到这个价格 其实网友说 这个停车场的老板真的很佛心 因为这个价格连在台南都没有看过 看得出来现在在台北跟双北停车 实在是两样勤的情况 以上是今天的进来看新闻 我们把时间交回给赵文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一顿